Hello,大家好,今天我想分享两款摄影灯 那这两个呢都来自爱图室 那其中呢左边这个呢是有很多up主和摄影师都在用的 非常著名的120D Mark II 那还有一款呢是我右边这个价格来说相对便宜很多的100D 那这款100D呢我的购入价格是199美金 而这款120D Mark II呢它的价格要达到550美金左右 那这两个价格相差将近一半以上 那今天呢我想对这两款灯做一个开箱和简单的对比测评 来比较一下它们的亮度和表现 看看是不是也像它们的价格一样差那么多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也在纠结这两款灯 到底哪一个好哪个性价比更高 应该选择哪一个留下哪一个 就跟我一起看一下吧 OK我们先来开这个amaran100D 那它的外包装箱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里面 这个不像120D Mark II它有一个收纳包 它是直接装在这个包装盒里面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旅行摄影的需求 可能还需要去买一个包去收纳它 首先就是这个灯体它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整体质量还是很轻易的 这里有一个把手可以很方便的去携带 前面是这个卡口后面有一个屏幕 还有一个旋钮可以控制它的亮度 等一下我们再试一下 它的整个外壳都是塑料的 所以我会有担心可能不那么结实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测评 有的摄影师在用的时候 可能用力不当就是这个位置 它去连接这个支架的位置 外壳的塑料就给崩坏掉了 但因为它里面这个里面其实是金属的 所以即使是这个外壳崩坏掉了也并不影响使用 但是我觉得还是因为它是塑料的嘛 所以还会有这个结实度的一些顾虑 第二个是这个标准罩 这个是个边压器 这个是电源线 就这些东西 OK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爱图室的120D Mark II 我刚刚已经把这个生态代理的东西取出来了 那分别都有什么呢 首先还是这个灯体 它的重量比刚才那个100D感觉要沉很多 因为它的外壳就不是塑料的了 而是金属的 这个真的是沉甸甸的 我等一下会把这两个灯体的重量查一下 然后把它们的重量打在这个屏幕上 但是我感觉这个有它的两个那么重 然后同样前面是这个卡口 然后它的后面就没有那个屏幕和调整亮度的旋钮了 因为它不是在这个灯体上去调亮度 而是有一个控制台 就是应该是要在这个控制器上去调节 开关然后还有调节亮度 以及其他一些参数的这么一个控制器 还有一个标准罩跟刚才那个差不多 另外就是电源线 那剩下的就是一些小配件 像这有一个遥控器 然后这应该是一个背带 然后还很重要就是它会赠送一个收纳带 就是旅行的时候装这套灯会比较方便 这整套东西装到这个袋子里 我刚才垫了一下还是挺沉的 OK 那下面呢 我们就分别去试一下 MRI-100D和爱托士的120D Mark II这两个灯 我们来比较一下它们的亮度和表现 那我去稍微准备一下 等一下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OK 我刚刚就简单的布置了一个 就等一下我们测试灯光的这么一个环境 我现在装的这个灯是那个MRI-100D 然后我给它套上了柔光照 等一下我大概就会站在这个位置 让这个灯距离我大概一米左右 会在我的45度角的斜上方 然后呢 现在我是开着客厅的顶灯 等一下我会把这个顶灯也关掉 然后让我们要测试的灯作为唯一的光源 然后来测试它不同亮度下的表现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是这个100D还是120D Mark II 它的这个灯光的开关和亮度 都可以用APP进行远程调节 我这边已经设置好了 这个APP叫Sidus Link 也是非常方便 可以直接通过这个APP远程去开它 开关 让它可以去调节它的亮度 OK 下面我就准备把那个 我家里的客厅的灯关掉了 然后我们把它作为唯一的光源 看一下它的亮度 音乐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对于两款灯 Emeron 100D和爱图室的120D Mark II 他们在不同亮度下的 他们的表现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 那我自己的感受是 如果大家像我一样是一个视频新手 还在摸索的阶段 其实100D的性价比非常高 而且这款灯的亮度也已经足够了 而且我自己的使用天 我并没有觉得120D Mark II这个灯 在亮度上和表现上 有比120D优秀太多 那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 更专业的见解和看法 也欢迎在留言区和评论区告诉我 以及分享给其他的正在纠结和犹豫的朋友 OK,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